小红去送货 嘟嘟,我是卡车小红,我的工作是送货 现在我要去狸猫叔叔家拉货了 到了狸猫叔叔家,狸猫叔叔说 小红,把这个摇篮送到兔子先生家吧 兔子先生家生了一个小宝宝 这两个袋子也麻烦你一起送过去吧 哇,是婴儿车,好可爱呀 不过狸猫叔叔,那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呀 那可是非常非常棒的东西哟 小红,送货时要小心啊 好的,我出发了 再见,路上小心 要去兔子先生家,得翻山越岭,还得穿过峡谷 小红来到了大城市 哇,太棒了,城市里到处都是汽车呀 小红正慢慢地开着 让开,快让开 太慢了,蜗牛车还敢上路 跑车姐姐飞快地超车过去了 快点开,我们忙着呢 垃圾车哥哥开到小红旁边说 对,对不起,真抱歉 小红有点难过 他一边哭,一边往前开 这时 哇 别挡到,快闪开 你们这些又小又没用的车 简直不如废铁 说话的,是拉着新干线车厢的拖车大叔 小红心想 自动翻头车叔叔可以运送又大又重的货物 公交车阿姨可以运送很多乘客 救护车叔叔可以很快把病人送到医院 吉普车哥哥哥可以上山下海 什么地方都能去 游政车叔叔能够把重要的信件送到各种地方 可是我呢 既跑不快,又拉不动重物,也运送不了很多乘客 我真是又小又慢又没用 小红 小红离开大城市 哭着继续往前开的时候 他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一个大大的山谷横在前面 小红傻眼了 糟糕,我飞不过去呀 这时 有个东西勾住小红,把他吊了起来 救命呀,是谁呀 原来是吊车叔叔 小红,加油啊 谢谢叔叔 小红心里想 真希望我一出生,就是叔叔这样的吊车 就这样,小红越过了山谷 这回来到了颠簸路段 咔噔,咔噔,咔噔,咔噔 突然传来一个很响的声音 后轮爆胎了 脑,怎么办 跑不动了 小红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 小红的车尾被抬了起来 小红的车尾被越抬越高 谁,你是谁 原来是道路救援车大哥 这位大哥帮小红换上了一个闪亮的新轮胎 嗯,小红,现在没问题了 谢谢你,大哥 小红心里想 我也好想变成大哥那样的道路救援车呀 在大家的帮助下 小红终于来到了兔子先生居住的胡萝卜村 啊,看到兔子先生的家了 好,赶紧把货送过去吧 小红稍微加快了速度开下山坡 就在他打算过河的时候 桥断了 摇篮和两个带子飞了出去 带子摔破了 里面的小东西,里面的小东西哗啦啦撒了一地 哎呀,这个怎么办 我真是又小又慢,又没用 小红喃喃地说着,昏了过去 到了晚上,小红终于睁开了眼睛 啊,醒过来了 小红,你没事吧 我们把你从河里救上来了 原来是道路救援车大哥和吊车叔叔 谢谢你们,我没事 可是我要送的货物 小红说着哭了起来 吊车叔叔说 别哭啦,你的货物不是已经好好的送到了吗 你看 小红,谢谢你连忙把摇篮送来 兔妈妈微笑着说 小红很伤心地回答 可是,我把两袋非常非常棒的东西摔坏了 兔爸爸哈哈地笑着说 小红,等我们家的小宝宝能在这片草地上蹦蹦跳跳 我会让我家的烟囱冒出很多烟 到了那时候,你再过来看看吧 过了几天 兔子家的烟囱里果然冒出了一阵烟 哇 小红,你看 我们已经收到你送来的那些非常非常棒的东西了 其实那是花的种子呀 谢谢你,小红 太漂亮了 小红和小兔子在花的海洋里愉快地玩耍起来 临走的时候,小红装满了花 你猜,他要去送给谁呢? 我们每个人都天生不一样 你看这个小红 他很弱小,又是个爱哭鬼 可他很努力 在大家的帮助下,他长大了 你喜欢这个小红吗? 我猜就走开 我猜得了 我猜得了 你快点 我猜得了 你快点 你快点